第2197集 再走实力 我们就自由了 龙翔 你的这话 我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了 另外一个黑脸大汉冷笑一声 你直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就算是死 我们也要做一个明白鬼 你觉得 我还有阴谋 对吗 龙翔盯着那名汉子 没错 你是还有阴谋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只是直觉 我觉得 你一定还有其他的阴谋 所以 如果我有阴谋 你会怎么样呢 龙翔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了 哪怕是死 也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 我现在总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种人就是牺牲大家成全自己 你说吧 到了困龙渊之后 你还想把我们怎么样 不怎么样 拿你们祭祀 解开困龙渊的封印 然后里面的十万妖龙禁术都归我所用 到时候 我就可以执掌龙印 成为一方霸主 我这么说你相信吗 龙翔冷笑了一声 我就知道这个王八蛋他没有安好心 拿我们当祭祀 亏你想得出来 老子是人 他不是牲口 鱼下的五个人纷纷地拿出了武器 他们要跟龙翔拼个鱼死网破 你们 真的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血魂笑了 他依旧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他淡淡地说 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跑 跑得越远越好 然后五分钟我找到你们 找到你们 死 找不到你们生 血魂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 你天下无敌了 马脸受着大怒 他冲上前道 老子早就看你不爽了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 你真的以为我怕了你不成 手中的苗刀向前一挥 一道银芒骤然出现 斩向血魂 血魂笑了 他看着距离自己 越来越近的银芒 站在当场丝毫不动 就在苗刀即将斩中 他的那一瞬间 他的身形突然消失 然后一道残影 从瘦子的身边掠过 瘦子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他甚至还没有看清楚 血魂的动作 扑通 他身体歪倒在一边 一动也不动 血魂又回到了 他刚才之前站立的地方 他就好像是没有动过水 只是他的脸上多了一些血 给过你们机会的 可是你们不怕 现在你们都得死 血魂斜斜的一笑 他把目光放到了 鱼下的几个人身上 鱼下的这几个人 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惊恐地转过身 就要逃跑 但是他们却没有血魂快 人影一闪 血魂从他们当中掠过 然后几个人呈扇形一弯 向四面八方打过去 收了手中的血刃 血魂舔了舔嘴唇 这些废物 就算是带出去了 又能怎么样 龙翔看着场中 横七竖八躺着的人 良久 他才叹了一口气 血魂 我带他们出去 是把他们当作祭品的 你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 你都把真相给吐露出来了 你觉得他们还会上你的当吗 血魂不以为然地说 如果是我 我是不会甘心被你利用的 没错 真相都说出来了 他们肯定不会甘心的 与其让他们多事 不如杀了 功亏一亏啊 如果没有祭品 昆龙院是不可能被打开的 祭品在于质量 而不在于数量 黑椒突然发话了 一群废物 递不上一个厉害的人 而且这个人杀人 杀人成性 其力气足够能打动 守冤的龙魂 龙翔不说话了 他看向了血魂 血魂也笑了 杀人成性力气十足 这不是说的就是他吗 所以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对吗 血魂笑了 他淡淡地说 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们大家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罢了 血魂 说真的 我也不想这样做 龙翔摇摇头 大家都是一块走出来的 说真的 只把你当朋友当兄弟 你这一路走来 也替我解决了不少的麻烦 但是最后 没人的时候 你还是把我当做祭品 而且 我也是最合适的 对吗 我的魂力很强大 一定能打动守冤的龙魂的 其实从一开始 你就是这样想的 对吗 龙翔不说话了 过了两久 他才微微地一点头 没错 从一开始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因为能活着走出沼泽之地的人 屈指可数 几个废物 就算是把他们送到祭坛上 其实也是没有用处的 一开始 你就计划好了 对吗 龙翔 其实我见过很多无耻的人 但是像你这么无耻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真的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无耻的 黑胶微微的一笑 而且这个世界上 原本就是强者为尊的世界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行不通的 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就好了 对呀 强者为尊的世界 强者 强者 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是你有件事情没有弄明白吧 谁是强者也不一定呢 我知道你很强 黑胶微微地摇摇头 但是说真的 但是说真的 你就算是再强 也不可能敌得过我们两个的 况且 他已经凝化出了魔区 虽然只是一半 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龙翔双臂一阵 身体开始魔化 他的双臂变成了黑色 带着锯爪 半边脸上带着鳞片 这些天来 黑胶一直在想办法 为他召唤魔区 他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你这一路上 一直在想办法 让自己魔化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只是我不知道 你这么做真的有用啊 右手一抽 血魂从自己的背后 抽出一把血刃来 这把血刃是血魂的 本命血刃 一直是在他肩膀上 用血肉滋养着 平时他是不会抽出来的 除非是到了最后的关头 而且 他一个人对两个人 着实没有胜算 所以他抽出血刃来 打算跟对方拼个鱼死网破 哎 你这又是何必呢 龙翔的微微摇摇头 说真的 你这样没有任何意义的 血魂 大家兄弟一场 你不如成全了我们吧 成全你们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强者 想来只有弱者才会束手就擒 放心吧 你不是我们两个的对手 你就算是贫了命也无济于事的 这只不过是你最后的挣扎罢了 哪怕这是我最后的挣扎 我也要挣扎一下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 来吧 我有点期待我们之间的战斗了 黑椒和龙翔对视了一眼 两人无奈地笑了笑 龙翔突然大步踏前 一爪向血魂洗了过去 半魔化之后的龙翔 战力提升了不少 即使是血魂 换出了血刃 也是难以招架 两人斗在了一起 黑椒在一边看着 他并不是很着急出手 呼的一声 龙翔整个人被甩出来 他脸色通红 战力全开的血魂 也是十分厉害的 刚刚他魔区也受伤了 一点便宜也没占到 你还在看戏 不打算帮帮忙吗 爸 不过我得先看看你的魔区 能撑多久 黑椒微微地一笑 无奈 龙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强撑着冲了上去 一刀斩下去咔嚓一声 龙翔的一只魔爪居然被斩断 退了几步 魔区消失 他的一条手臂也消失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实力 说真的 跟我想象中比起来差远了 你还不来帮忙 龙翔怒了 来了 黑椒一跃而起冲入场中 不用担心 你的这只手会长出来的 到时候你的魔魂被唤醒以后 就会恢复如初 那也要等唤醒了才行 龙翔退了下去 他咬牙切齿地把自己断了的手臂给缠住 希望如黑椒所说 他的手臂能早点地长出来 哼 没意思 血红的脸色超红 刚才跟龙翔打 他虽然胜了 但是占的便宜也不大 毕竟龙翔的实力也不是吹出来的 血红 束手就擒吧 你的实力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 不战而降不是我的风格 如果我放下武器 那我自己恐怕都会看不起我自己的 你没必要这样死撑着的 真的 人 这辈子最重要的 就是要学会如何接受自己的命运 哦 你的意思是 我的命运就是让你们做祭品 对吗 不然呢 事实已经是这样 你应该接受自己的命运 我这个人 偏偏就是那种不喜欢认命的人 如果你们要让我认命 那我只能说不好意思 你们恐怕找错人了 哼 话可不能说得那么绝对 你现在的情况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想制服你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们还没有打过 你怎么知道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我给制服呢 血魂笑了 他一横手中的血人 冷笑道 我这个人 不喜欢刷嘴皮子 如果你要站 那我们就站吧 哼 真是一个固执的人啊 黑蛟摇了摇头 他身形一闪化作了一条黑龙 呼啸而去 死死地握着手中的血刃 血魂大吼一声 迎着黑蛟冲过去 砰 伴随着巨大的波动 血魂整个人被撞飞回去 黑蛟幻化为人形 他右手向前一指 一抹黑气把血魂给缠住 任由血魂怎么挣扎 也无济于事 现在 你该老实一会儿呢 说真的 你那个欲强则强的属性 在我这里有点不管用 你真的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制服了吗 你能压制住我的属性 这点我承认 但是你真的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束手就擒吗 不然呢 你还能怎么样 你们记着 我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任由你们摆布的 血魂凝笑了一声 然后他突然闭上双眼 停下来 你 黑蛟脸色大变 血魂只是要自曝 但是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血魂的脸色呈现出不正常的潮红色 他宁笑了一声 想利用我 你们休想 轰的一声 血魂的原理爆开 他直接在当场气化 一阵风吹过 将地上的一切吹散 而他就好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个世界上一般 形神俱灭 这是一种极其惨烈的死法 他这是一点机会也不给自己留的节奏 黑蛟和龙翔两个人呆在当场 半场没有回过神来 他们两个本来是计划好的 血魂其实才是最合适的忌品 他杀人成性 身上煞气十足 如果让他作为忌品 不用费多大的力气 守渊的龙魂就会打开昆龙渊的 到时候他们所想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血魂这个人的性格居然会这么烈 哪怕是让自己形神俱灭 断了自己所有的生路 也不成就他们 血魂呢 血魂你何必这样呢 就算是你死了 我也会为你留一线生机的 待我事情大成的时候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重新活过来 可是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你这样 等于说是把自己所有的生机都给断绝了 以后你连最基本重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或许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刚烈的个性吧 黑焦争了两酒 才叹了一口气 看来我们两个都低估他了 是啊 我们两个都低估他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老以上且投生 他为什么连这点机会 都不给自己留呢 那么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